7月6日,上证指数高开高走,单边上行,大涨5.7%,创下两年半新高。 两市成交量超过1.5万亿,创下5年来的新高。 市场情绪也极度亢奋,超过200股出现涨停。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5.71%,深成值涨4.09%,创业板涨2.72%, 户股通,净流入67亿,深股通,净流入97.4亿。 板块上,今日,金融股集体爆发,50只个股,罕见集体涨停。 其中银行板块,23只个股涨停。 招商银行,更是创下历史新高,市值破万亿。 而银行板块中,市值最大的工商银行,也大涨了近9%。 券商板块中,有24只个股涨停。 中信证券,实现二连板,单日成交额放大到249亿元。 股价也回到了上一轮牛市的高点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中信证券成交超过200亿的涨停, 只在上一轮牛市的初期,出现过。 而保险板块,也有三只个股涨停。 中国人寿,同样实现二连板,股价创出了近5年新高。 除了金融股外,煤炭,油色和房地产等板块,纷纷走强。 前期部分低迷的周期个股,开始移动。 部分个股,更是在低位放量涨停。 如前期,持续震荡走低的中国旅业, 生活股份,浩华能源,成建发展等一批, 低价个股集体不涨。 随着互指,今日突破3300点,融资客也坐不住了。 数据显示,近期,两市融资余额连续4日增超百亿。 上周两市融资近买入额,高达562.43亿元。 由于股市太火爆,挣钱效应太凶残。 股民的热情,挤爆了券商的服务器。 据媒体报道,7月6日上午,有多家券商的APP出现当机。 部分交易,出现短暂的迟滞、赌单的情况。 除交易系统,遭遇故障外。 券商网上开户功能,也出现了拥堵现象。 券商龙头,中信证券的APP开户功能, 也在今日,出现了400多人,排队等待视频见证的盛景。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券商今年上半年, 以及单月开户数据,暴增三四成,90后的比例最多。 其中,中信证券,7月日均开户数, 环比增长约30%, 国泰均安6月线上开户,环比上升三成以上。 上半年来看,海童证券今年上半年开户数, 同比增长超过40%, 长江证券上半年开户数, 较去年同期增长30%左右。 这一切,仿佛回到了2014年底, 也就是2015年,那轮牛市的初期, 券商、保险和银行集体上涨。 以中信证券为首的,券商股持续爆发。 2014年,12月4日至8日, 龙头中信证券,更是连续三涨停。 2014年,12月5日,连工商银行,盘中, 也一度大涨于9%。 而当时的户指,也在2014年,12月4日, 上涨了4.32%。 创出了当时,牛市初期上涨中的, 最大单日涨幅。 而当时,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2014年,11月28日, 在户指六连扬后, 市场纷纷讨论,后续走势。 当年有报道,是这样说的。 在受访投资者中,大部分对市场乐观。 其中82%的受访者, 认为市场年底点位, 在2600点以上, 认为在3000点以上的, 占比19%, 约18%的投资者认为, 年底指数,点位低于当前。 而伴随着A股市场, 日益走牛,融资融券, 成为重要推手。 当时交易所,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4年, 11月26日, 沪深两市融资余额达到 8061.7亿元, 融券余额也达到 56.57亿元。 而到了12月8日, 也就是中信证券三个涨停后, 市场观点出现全面更新。 12月9日, 当时的报道, 已成为2015年上半年, 获到3500点, 看好大消费。 不到一个月, 市场喊出的目标点位, 已从2600点提升至3500点, 金融股的暴涨, 全面激发了市场信心。 然而, 后来那轮牛市, 护制直接涨到了5178点, 完全超出了市场当时的想象。 与此同时, 楼市却遭遇寒冬, 房地产库存, 达到历史最高点, 降价, 流拍, 退房, 财源接连上演, 以万科为代表的主流房企, 高呼楼市白银时代到来。 前一年还在疯狂抢房的投资者, 全部蜂拥进入股市, 卖房炒股的声浪, 一波接过一波。 一夜暴富的故事, 开始粉末登场。 鼓动着, 为财富贬值而困扰的普罗大众, 无数连证券账户都没开过的散户纷纷入场。 市场之狂热, 令监管层不得不出面提醒, 不要被借钱炒股, 卖房炒股的言论误导。 然而, 在一个狂热的市场中, 所有提醒都会成为刺激入场的反向信号。 卖房炒股, 配资炒股, 现金流用到了极限, 杠杆也同样用到了极限。 然而, 一切在2015年6月轰然倒塌, 这一轮牛市, 持续了不到一年时间。 据中登公司2015年发布的处据, 股灾首月, 持有市值50万至500万元的个人账户, 消失了21.2万个, 股民平均损失42.07万元。 原本只是想着财富保值的中产们, 在一系列概念和政策的驱动下, 开始幻想起一夜暴富的可能。 没想到最终, 一个个沦为了韭菜。 回到现在, 金融股的暴涨, 融资客跑步进场, 像极了上一轮牛市开始的情景。 一些诱惑性的声音, 又开始在坊间回荡, 卖房炒股吧, 赶上这波, 一劳永逸, 一次性达成财务自由。 这话听着, 是如此的耳熟, 如此让人蠢蠢欲动。 也许有的人会问, 上证指数会涨到多少, 牛市什么时候会结束? 其实, 世界上并没有, 你想要的那种确定性。 仓位决定态度, 每个人想要的确定性, 都完全不一样。 清仓踏空的人, 看到的, 都是风险, 还会尊重告诫周围的人, 这就是一场反弹, 要不了多久, 就会跌回来。 重仓乃至满仓做多的人, 看到的, 都是利好。 他们一边感叹着, 自己抄底时, 多么的自信和聪明。 另一边心底里, 暗暗地希望着, 股市现在, 最好一路涨到一万点。 每个人只会听, 他想要听到的答案。 所以, 我们只能做一些, 基本的判断。 如今的核心, 是流动性宽松, 市场不缺钱, 缺的是资产。 按现在的, 货币存量, 1.5万亿的交易, 一点都不吃力。 但不要以为, 这就是个健康的牛市。 如今的状态, 肯定是不健康的, 因为基本面, 并不好。 6月30日, 中国统计局, 公布了今年6月份的, 官方采购经理指数。 采购经理指数, 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很好的反应, 当下经济活动的晴雨表。 数据显示, 今年6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为50.9%, 比上个月上升了, 0.3个百分点。 显示出了6月份的经济活动, 相比5月份, 持续改善。 这个是采购经理指数数据, 给予我们一个整体印象。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分项数据。 按照企业规模来看, 大型企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为52.1%, 环比上升, 0.5个百分点。 中型企业, 采购经理指数, 为50.2%。 小型企业, 采购经理指数为, 48.9%。 大型企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明显高于整体, 而中小型企业, 却在拖后腿。 特别是小型企业, 采购经理指数数据, 相比5月份还下降了, 1.9个百分点。 表明小型企业的恢复, 依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 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中小型企业, 有一个56789的规律, 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这些数据, 同时也说明了, 经济真正的恢复, 还是在于中小型企业的恢复。 那么这一次, 小型企业的数据下滑,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显示了当前社会的就业, 依然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 相应的我们注意到, 7月5日, 教育部进一步扩大了就业统计指标, 打电竞, 开网店, 做自媒体, 这些都是属于就业, 其背后的用意, 不言自明。 这些都是当前的经济基本面状况, 一切都在缓慢恢复中, 也就是说, 还没有达到之前正常的状态。 短期看, 流动性的确能掩盖很多问题, 只要流动性环境不转向紧张, 趋势就不会根本逆转。 但长期看, 流动性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估值不可能涨到天上去。 除了其中少数, 真正的好公司, 大部分一定会被打回原形, 永远别忘了我们经历过的教训。 总结起来, 市场不缺钱, 泛滥的资金, 像股市, 像龙头企业和概念聚集, 这是此轮牛市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 牛市又是绞肉鸡, 是绝大多数人亏钱的根源, 账面资产上暴富, 往往是一时的烟火。 大多数人, 只能看着烟火绽放, 欢喜一时, 最后发现自己, 依然两手空空。 牛市的确很容易赚到账面资产, 但如何把钱安全放入口袋, 才是最难的。